各位投资朋友你们好 想要迈向股市营家就从零开始 我是陈志玲分析师 感谢你收看前进周报的节目 那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三 我先祝福投资朋友周末愉快 我们今天周报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电子松口气 柜买会续墙 那3月底就是上市柜的公司要公告这个年报的最后的日期 那目前盘面上有开始去表现 这些财报公告之后 股价是被低估了股票 这是目前的操作重心 那牛年的股市我跟大家提到说 它并不会像去年鼠年一样 指数连续性的上涨 所以投资朋友在今年操作特别要去注意 高有先出低才可以进 这是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产业主流我们一样帮大家整理在 电动车台地电5G上游原物料以及绿能的部分 那目前来讲的话 你可以特别去注意 就是绿能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股票 那很多投资朋友是第一次看我的节目 那我想如果说你是我的忠实粉丝 你都会知道 这个行情的部分 我们跟大家讲的部分都是有延续性的 那背后逻辑我都讲得蛮清楚 为什么我讲贵买会续抢 因为我在开烘盘的时候就告诉观众朋友 贵买有空间 更早1月6号的节目 我当时跟大家分享到说 加权的对策满足点在16500点 当时从8523涨到这个13000这个地方 经过整理之后 再从12000加4500点 那就会刚好是16500点 2月20号有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我给会员的信息 当时提到16500点的一个目标满足区已经到了 所以目前比较不适合去追高级期的一个上市全资股 所以当时也提醒观众朋友 比较不适合去买上市的一个全资股 所以在2月22号的星期一 我开始跟观众朋友讲 我们带会员朋友开始去高出一些股票 高出减码一些股票之后 这个行情呈现一个拉回 那连续性重挫之后 在3月4号节目 大家很恐慌的时候 我跟大家做提醒 国际股市纳达克进入这个支撑区 你不要去做杀低 当周的周报3月6号也跟大家分享 出现了一个红K棒的一个指纹 在这里我是跟大家讲到说 接下来的交易动作会有关于你今年流年的绩效 谈上去哪些股票该调整该换股 尤其电子类股 我跟大家提醒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3月4号跟大家提醒不要杀低 那美国的科技类股市出现了这一波的反弹 那当时很多人开始进场去做个抄底的动作 3月5号台北股市开低走高之后 我跟投资朋友做个分享 只能视为一个强短线的一个买点 在下一周就是这一周 会有一个风险比较低的买点 在营收公告之后 所以是不是在营收公告之后 3月10号之后行情开始做一个指纹的上涨 那3月9号的周二是不是出现了这个回撤 当时我跟投资朋友做分享 为什么台北股市它不是空头 看法上面告诉大家 2月初这个低点 不管是加权跟电子类股 这个区间的下源都没有跌破 所以在这里它会走一个区间的相形 所以在周四的电子股市拉出这根红街棒 呈现一个回温 所以这个看法跟操作的节奏 投资票可以得到验证 这里很多人跟你讲要翻空操作 那我提醒投资朋友 放空并不是说错误的 而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比较不适合 开始很多上市贵公司要开这个股东会 都会面临到强势回补 所以在这里的操作的部分 你的一个做空的风险是比较大 那为什么会讲到电子会松口气呢 观众朋友这段时间影响台北股市 拉回了在美国的一个科技类股指数 飞成半导体跟这个纳斯达克 那从2月中旬的这一波的一个回调 到3月4号我们跟大家讲 不要杀低之后的这个反弹 这个反弹的幅度有超过0.5一半的位置 这两个一个科技类股指数 反弹强度比我们预期还要更强 所以这两个科技类股指数 接下来会陷入一个区间的一个整理 不至于像过去这段时间一样 连续性的下跌 所以电子类股是有机会松口气的 但是呢 危机并没有去做个解除哦 你要如何去检视手边的股票 接下来交易动作会有关于你今年的一个操作的绩效 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到说 你可以去观察2月初的这个低点 哪些股票是有跌破的 比如说像连电有跌破 连发科有跌破 包括像台积电都是有呈现跌破 有跌破的话 它是相对比较弱势的股票 所以反弹上来投资票如果量缩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做个解码 那这些公司并不是去看坏他们 而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筹码面有些问题 台积电的股东人数飙高到80几万 它的融资增加了非常的多 所以融资是非常不稳定的筹码 当法人跟大户看到这个筹码的时候 它并不会去积极的去拉抬这个股票 所以你会看到台积电在周五的ADR也是相对比较弱势的 这个反弹幅度它并没有过0.5的位置 这股票它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做个整理 那开轰盘之后有没有先避开上市的全职股 我想我在还没有下跌之前就跟大家讲 开轰盘跳空开高这里 我就告诉会员 包括观众朋友 我都有提醒你 目前比较不适合去买上市的全职股 那下周三就是期货选择权的结算 外资跟法人在期货选择权市场所做的动作是 上方的一个sell call的卖方 以及期货的一个空单次持续性的一个做一个增加 法人在期权市场的动作 他也是看一个盘整策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行情的判断 这个节奏可以踩得这么精准 老师是非常了解台湾的一个市场的 所以你有个股问题邀请投资票 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我们ID是小老鼠的全体系 或者是你扫描这个标签 那加入之后你要传送贴图 line的主页上面都会更新这个信用筹码相关的名单 还没有订阅关注我频道的 可以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你要收看有分析逻辑 能够跟你领先预告的节目 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跟大家提醒风险 1月5号我用大数据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地方有形成背离 指数上涨 多头股票的数量在呈现下滑 结构不好的时候我跟大家提醒 你不要借钱买股票 这个是在1月10号 那2月3号在封关之前 我是告诉投资朋友 买股票的前提是你要有资金 如果你没有先减码如何谈买点 因为我们在1月中旬开始 带会们去做减码 这个我都有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几涨你要去做调节 这个在1月19号请会员朋友出厂的 像身家电子770块的出厂 1月29号节目有跟大家分享 这股票为什么做出厂 台北股市弹上来 有些股票都是相对比较弱势的 所以很多同一节目会告诉你说 敦泰大涨某某股票大涨 但是这些股票如果没有先高出的话 会员怎么会有资金去买那些股票呢 1月中旬分三笔出厂的3691的硕核 在226.5包括223.5以及214这个地方 三笔的出厂证据 1月底的节目也有跟大家讲到 包括像鸿康 那这股票也是在1月28号 我请会员朋友在开盘之前就发讯息 建议开盘价的部分 就去做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 这个也在1月底有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可以看到我给会员的讯息 在这通讯息我告诉会员朋友 目标区预估在120块钱 所以有时候这个目标价 它不一定马上到 但是在最近的一个爆量的点 刚好在119.5 所以观众朋友 股票操作你一定要非常了解产业 你也要知道相对的位置 那同心店在1月中旬跟大家做验证 1月26号230 包括221这个地方 分两笔做出厂 那在封关之前有跟大家讲 这股票我们如何去做个 高出低进的一个操作 如果你没有先减码的话 2月17号开放盘 你拿好资金再去做进场买同心店 所以这个是在当时买进的一个讯息 我告诉会员朋友 开盘价以下去买进同心店 会员朋友看到讯息 都有机会买在217这时间的一个价格 这是我给会员朋友同心店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比较适合做区间的 那很多投资朋友习惯会看新闻去买股票 2月23号新闻告诉你 同心店变相涨价 那当天我反而是请会员没有去做出厂 我们在来的节目都有讲 那我当时告诉会员朋友 力多见报但股价是开地 量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在229这个地方建议会员朋友 获利了结 会员朋友看到讯息都有机会出在230这附近 我看新闻你就刚好追到相对高点 那同心店也是有跌破2月初低点的股票 所以这个谈上来如果量缩的话 那他还是会需要时间整理 所以操作面还是提醒大家 国具也是有跌破2月初低点的一个股票 那很多人习惯就看新闻 一样在2月3号新闻告诉你 国具这个被动元件要涨价 那当天的国具涨了2.74 那的节目提到我对于国具的看法 这个成交量他不容易过644的这个高点 看法上他还是一个区间的相形 相形上缘比较不适合追 所以你看到国具隔天就呈现一个拉回 那我们资金只有一套 所以操作的部分优先顺序跟价位 你要非常的清楚 在这个封关之前你有先减码 才有资金买进嘛 所以领阳买在24.35 然后操作设定也是有告诉会员 我们提到目前量说 他比较适合做一个区间灵活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2月22号星期一 我们当时节目讲出托一些股票嘛 那领阳也是建议普通会员 在27.05这个地方去做个卖出的动作 那领阳也是有跌破 这个2月初低点的一个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 我们再去做接回操作的部分 就比就没有这么积极 那包括在2月15号开红盘之前的特别节目 我跟大家分享半导体电动车 这是我们看到的族群 那半导体这个族群这么大 我帮大家浓缩了一个特定的概念股 就是在3DIC 那3DIC主要受惠在这个载版的部分 星星南电景硕这个APF载版的三雄 这个评价面的分析 跟你分析这三档股票 那我直接跟你点名的景硕的股价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因为它的价格在80.3这个地方 那以获利数字呢 明显是比星星低估很多 所以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得到 景硕部分在开红盘 你有机会去做布局 当天它上涨停板 收盘是88.3 那我告诉大家 这是我会员的持股 而且我也提到 它是一个回升的走势 因为它回补了1月27号的这个缺口 回升就代表会再创高嘛 所以在2月21号当天跟大家讲 高出一些股票 景硕我们在当天也是做获利了结 2月15号的一个节目也跟你分享像车用镜头的一个哑光 我告诉大家它的获利会挑战2019年的水准吗 所以我们在还没有涨之前跟大家分析这个哑光 开红盘当天哑光也没有大涨 中式粉丝你有机会买在70几块钱的一个哑光 那我们是市场上唯一有提供出这些股票操作的一个实际盘中能够成交的证据 1月29号买进亚光的证据包括在2月3号加码亚光的证据 那18号当天的亚光收到消息的激励 当天拉上涨停板 隔天再度的拉出第二根涨停板 我都是请会员朋友做一个续报的 那一样在2月22号星期一跟大家讲有高出股票 亚光在当时也是有请会员朋友先去做高出的动作 那这个证据的一个地方99块钱以上去做一个获利一笔资金的动作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都是我们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操作 那亚光是有守住2月初低点的股票 相对让它是强势的股票 所以整理之后都有机会再度的向上做攻击 为什么这个整理拉回 我们没有看得这么坏 因为从我们数据来看的话 整理拉回过程当中 多头股票数量 一样是比这个空头股票数量更多的 从3月4号之后跟大家讲的好转 这个会员朋友都会收到相关的讯息 所以在3月9号台北股市再度的回撤的时候 早上的讯息告诉会员朋友 多方股票有上升 在这里不要去做个杀低的动作 本次回档我们会员的一些持股也是有进行整理 当然会受到一个影响 但是我们持股都有帮会员做追踪 我们风险的去做控管 我们举一档股票当做案例 光照这股票 一样我在2月21号 我有整理给会员朋友 光照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我告诉会员朋友 1月份字节获利0.72元 他的股价呢明显是有被低估的 行情拉回的时候 股票有这个套牢的问题 所以从这边讲这个才是在股市上面操作 你真实会遇到的状况 但是你为什么会需要赚业的带领 这个下跌过程当中 我给会员的讯息提到什么 我告诉会员朋友这个整理的部分 头脑你要保持冷静跟清醒 因为我们预期它的一个获利的部分 以目前的股价来讲 本益比其实是不到10倍的 它也是台积电的供应商 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 在这个整理拉回你不要去做个杀滴 如果这个整理过程当中 没有老师带领你 没有给你信心的话 周四跟周五光照这两根涨停板 能够赚钱的股票 变成你恐慌去杀滴 就变成是赔钱的 所以我跟大家做个分享 很多人都告诉你快速获利 告诉你会有操作的成效 虽然我带会员会去做一些高出低进 但是我没办法百分之百 每当股票都做到这么完美 但是这个股票的部分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提前预告分析 2月21号先做分析 而且这中间的持股 如果有套牢 我们如何跟会员做最终的 这个才是一个真实股市的一个操作 在2月26号当天 纳达克跌破支撑 这个惯性改变之后 我们就没有积极再去做 买进股票的动作 我想中式粉丝都可以做见证 但是在2月26号之前 买进的股票也会面临到套牢 也会有获利回吐的情形 但是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我告诉会员朋友 这两周我不建议去乱杀低股票 我也没有再度的去做乱买进 乱摊平的动作 这个就是所谓的资金控管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 股票拉回 为什么你没有高出 你去做个看图说故事的麻后炮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政治跟经济每天都在改变 有利的条件可能在一个事件 隔天马上跳空下跌 你股票可能就套牢了 你找老师 重点就是要帮助你股票选股 帮你提高胜率 如果遇到风险的时候 如何去做个危机处理 如何帮你做到资金控管 这个才是你选择分析师 该去做考量的 那我们带会员的操作的理念想法是什么 每天的交易动作把它做好 大方向的部分不要去摇摇摆摆的 这个在收入的讯息 我告诉会员朋友 开高这里我们工具是有卖压的 所以卖压偏高 早上不适合去追股票 很多人在早上去追股票 拉回到平盘附近翻黑的时候 你会受不了把它砍掉 但是这个行情我就已经提到了 它就是一个区间的相形 所以你不要去追高杀低 那这是我们在会员专区给会员的服务 研究报告里面 我会告诉会员朋友 哪些股票波段是有机会的 那操作的想法设定 我都有告诉会员 我们并不是放了一大堆股票 我们只有把少数20档到30档 看好的股票放上去 这里是1月底整理给会员的 像宏基 顺达 点序 包括像元泰 维影这些公司 投资朋友这些股票在LINE的节目 我们在2月18号有讲 6485的点序 当时告诉会员朋友的时候 股价在40几块钱 跟大家粉丝讲的时候 他股价已经来到74.2 那到现在的点序已经来到114 有机会的产业 我们都是提前告诉会员的 那这张股票是顺达 2月18号LINE的节目我有提到 我当时告诉会员朋友 这张股票停损涉哪里 那当时价位都在90块以下 2月19号的公开节目我们有讲 顺达当时收盘价是107.5 所以从90块到现在123 那向上的目标价在哪里 会员都是知道的 我们团队的强项就是在于产业研究 帮大家挖掘未来的一个明星产业的股票 去年11月中旬跟大家讲的这个九阳神工 台北股市的九大趋势 绿能 太阳能 风力发电 本来就是我们看好的 虽然12月份我们跟大家讲 1月份太阳能有机会 但是1月份并没有如期我们上涨 它呈现一个拉回 但是这个拉回过程当中 节目上我都有跟大家做追踪 我提到这些公司都是不能够用融资的 大盘没有转向的话 即便你套牢 我都建议你可以做持有 所以投资票你可以看到 帽底的部分是不是拉涨上来 所以太阳的部分是呈现一个转强 那台北股市为什么没有看淡 我想我讲蛮清楚的 台积电的年复合增长率很高 那半导体是台湾重要的产业 所以这个是电子类股有机会的 电动车的年复合增长率很高 台湾也非常多的电子类股 有受惠在这个电动车的高成长性 2月20号的周报也跟你分享到 全球半导体 因为车用电子的这个晶片缺货之后 全球的一个国家都开始去思考 半导体的制程不能够太过度于其中 所以你看到大陆开始扶植自家的半导体 那美国的英特尔也跟拜登建议要自己增加自己的一个半导体的制造 所以我是不是提到半导体自主制造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在当周的一个周报也跟你分享像环球金的部分 这个也是我们也相对看好 而且我们有设定相关的一个操作价位 矿高之后呈现拉回 我也是告诉投资朋友 它没有跌破2月的这个低点 它是相对强势的股票 我想不会有人跟你讲这个下跌再整理的股票 是不是就涨上来了 而且也站回去月线了 它的母公司 中美金 入主的红杰科 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都是中长线的趋势 它也是没有跌破2月初低点的股票 所以这些公司都是一个产业的趋势 包括像绿能的永贯的部分 投资票 它也是没有跌破2月低点的股票 当时节目告诉你它还81块以下 那周五的收盘已经是84块钱了 所以欢迎投资朋友 你可以跟上我们的操作计划 同时年报效应 很多公司的一个低估 都是还没有被市场上发现的 像这个车用主流 本益比只有10倍左右 这个会员朋友布局 虽然受盘式影响 它还没有大涨 但是它还没有正式出量做攻击 还没有出量之前 投资朋友都是你的机会 这个获利目标 我们预估是三成左右 所以投资朋友邀请 你可以跟上我们的操作 如果你不方便来电 可以在影片下方这里 点选标题 下面有这个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的表单 帮我正确的填写 持股问题你写清楚 那我们透过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那你可以自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2653-8299 2653-8299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